Hello 今天要講新加坡Working holiday 講起Working holiday 很多時候 第一時間都會想起澳洲啊 日本啊 韓國啊 新西蘭啊 總之怎麼想呢 都不會想起新加坡的 所以我當初申請的時候 上網其實都很少資料的 當然一些公司的資料是有的 但是如果想找一些別人的經歷 別人的分享 就真的少知有少 所以我也想在這裏把我的經歷分享給大家 如果有人想來新加坡Working holiday的話 也可以參考一下 新加坡的Working holiday 就有分兩個pass 第一種就是叫做 Work and holiday visa program 就是為期一年的 這個pass的申請資格 就是要你是18至30歲 而且它是特定給澳洲的citizen申請的 而且你要是大學畢業 名額就是一年裡面的任何時間 都有500個名額的 第二種就是我申請的那種 叫做Work holiday pass 有效期是半年的 申請資格就是18至25歲 其實未滿26歲都可以的 只要你一天沒過生日 一天都是25歲 還有你是要在澳洲 法國 德國 日本 香港 等等的大學畢業 而你的大學要是給10個國家認可的 一定要是全時間的學生 兼職是不行的 如果你還沒畢業 Gap year 那你就最少要讀夠3個月的 名額就是一年裡面任何時間 都有2000個名額 因為官網就寫 你家大學要給10個國家認可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你家學校名次夠不夠 因為我自己是讀Talk up degree 都申請到的 他都申請到的 所以我覺得又不用錢的 申請的時候 那就試一下先囉 如果你真的想去 好 那怎樣申請呢 大家可以上MOM的網站申請 MOM就是新加坡的人力資源部 大家就看看自己的情況 看看你是否澳洲居民 你是澳洲居民就可以長久一點 要不然其實也是同樣 申請你的work holiday pass 你申請的時候要準備什麼文件呢 就是要準備你的passport 畢業證書 還有成績表的 成績表我只準備了最後一個成績表 那記得這三樣東西 就是要彩色採測 還有放在同一個PDF裡面 上網填那個application 其實都很簡單 五分鐘就填完了 只要你準備好資料 那你填完之後 就會收到一個confirmation的email 就說我們收到你的申請了 不過是未批的 那官方經常要等三個星期才有結果 但是我那時候就很快 大約七個工作天就有結果了 那批了你之後 他就會再傳多個email給你 那裡面會連你一份IPA的letter 還有你的健康申報表 那當你收到這個email之後 恭喜完 已經批了你了 你就可以準備出發去新加坡了 那在這個疫情之下出發去新加坡呢 其實要準備的也挺多的 第一包括你的IPA letter 即是email attached那份 那大家要留意了 IPA letter上面是會有寫 你多少月多少日之前要入境新加坡 你是要在這個到期日的15日之前就要入境的了 那如果不是呢 就要申請這個IPA的extension 通常都會批多一個月兩個月給你 第二就是這個NG approval 那因為現在疫情啦 你就入境之前呢 要跟這個MOM申請這個NG approval 那他批了你呢 才代表你是真的可以入境的 你不可以自己問望員這樣衝進去的 要他批你的 NG approval就要你出發之前 最少三天申請的 那我自己就保險一點的 我就是提早了兩個星期申請的 第三就是你的Passport 第四就是你的來會機票 因為他要確保你是不會賴死不走的 這樣是新加坡的 第五就是你的新加坡的Avifal卡 那這個其實是上網填的 就是很簡單 那你出發前三天之內 你不要提早 提早是不行的 一定要三天之內上網填 那就OK的了 第六樣呢 就是你48小時內的心口檢測的結果 第七就是你去到新加坡機場的時候 你是要再被人心口多次的 那這個心口呢 是要付錢的 125元波子 這件事呢 你要提前預訂 你預訂完之後 他就會有個QR筆給你 要印出來 帶上去 到步之後 其實你的身份 還是一個遊客 那你就要預訂時間 去MOM做你的卡 那這張卡 其實就是你在新加坡期間的身份證 那你去做那張卡 那一天呢 就要帶你的IPA letter 健康身務表 護照 護照 和來回機票 當日呢 就會立刻幫你 把手指摸 還有拍你大頭的 記得化妝 穿頭去 如果不然照片就很醜 那天呢 也要付錢的 就是125元波子 不收現金的 記得帶一張錄到的Visa 或者Master 過去了 那搞定了之後 他會給你一封 Notification letter 那就證明 你已經可以合法 在新加坡上班了 你在拿到一張實體的卡之前呢 你就可以拿著 那封Notification letter 去找工作了 那張實體卡 你就可以選親身上去 或者他會寄給你的 那我就選了親身上去 那我那天 做完我的卡之後 大約三天呢 就要SMS通知我 說兩天後就可以拿的了 那就是我前後 等了大約一個星期左右 那就拿到這張卡了 我親身上去拿卡呢 就記得帶你的護照 那時候給你一個 封Notification letter 如果你選擇郵寄的 就要自己親身簽收 沒有其他人簽收 做完你的卡之後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你要去找診所 做一個叫做 Symology Test的事情 這個Test大約就是 100元波子內的 為什麼要做這個Test呢 因為你的Trace Together 就是新加坡版的 安心出行 裡面你的疫苗紀錄 只有一個月的有效期而已 那你來到新加坡之後 又要去做這個 Symology Test 證明你身體裡面 還有COVID-19的抗體 做完Test之後 那間診所會幫你更新 Trace Together的紀錄 還有出報告給你 for reference 那你就預約 大約一個星期左右 那診所就會幫你更新 你的Trace Together 那這件事都要 落地之後立刻做的 因為都要一些時間 找診所的時候 就記得問 診所 是不是可以幫你更新 Trace Together的紀錄 我就沒有說特別指定找哪間診所 我也是隨便在Google找的 那就會放在Description box 你們有需要就可以參考一下了 那完成了以上所有東西之後呢 恭喜你 你是自由身來的啦 在新加坡工作也好 holiday也好 做什麼都可以的啦 其實我覺得新加坡的生活成本 是跟香港差不多的 你不要幻想新加坡是會便宜一點的 那如果有看我上一條租屋的影片 都知道新加坡的屋租是不便宜的 那如果你真的決定過來 working holiday的話 我建議你 要大救你半年的屋租和生活費 確保你真的找不到工作 都不會餓死 那在新加坡找工作難不難呢 坦白說 就不是很難的 是前提是 你要預料 不輕鬆的那份工 你要找office工作的話 就難一點啦 但是如果你是願意做一些餐飲業 比如沖亞珍珠奶茶 餐廳試應 那些其實是找到的 不難的 但是你要有心理準備啦 根據我親身的經驗 譬如沖珍珠奶茶 可能是一個星期要回六天的 每天十個小時 或者十二個小時都有 不輕鬆的在這裡工作 還有這裡的人工 你不要預期很高 如果計算餐飲業的話 就真的分分鐘低於香港的 除非你是一些專業的人才 那些就會高人工的 如果你是那方面的人才 你都不用過來working holiday 成長的公司請了你 所以你覺得來working holiday 就有心理準備 是可能會辛苦的 人工也不會太高的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這條影片 也對一些 你會想來新加坡working holiday的人有幫助 下次再見 bye